喷洒水柱 涂抹泡泡 阳光加油站的身心障碍员工 邁一粒把车洗得干净溜溜 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体力活是很大的考验 我们是属于高劳力密集的工作 所以他如果长时间工作八小时以上 其实可能到一两个小时之后 体耐力就会明显滑落 专注呼吸 举着六脚杠 深蹲好几下 完全难不倒他们 教练专业指导了一年多 体耐力明显改变 阳光基金会去年开始 和台湾适应活动学会合作 精心设计课程 为50位员工进行体能训练 四肢能够好好的动 其实你的核心一定要有力跟稳定 他们的能力条件来去为他们设计运动 因为他的肌力提升之后 也相对应他在洗车的品质 或者是加油的品质上的效率更提升 加油站认真打拼 定期运动 仿佛给了他们一对活力的翅膀 在职场尽情飞翔 感谢新闻学产 李明华 台北报道